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所谓禁聚令 即是禁止多过4个人的集会法律 是有些豁免的情况 因为你可以想想 任何公众地方不准有多过4个人聚集 那没有理由每一个地铁的车厢规定只准载4个人 另外还有政府 立法会 甚至区议会 可能有些紧急的要开会 如果全部不准 也不合理 虽然政府的官员坐在一起开会 大家的口水可能也很危险 不过是豁免了 它是可以不受禁聚令的限制 跟大家讲一下 豁免的豁字 这个字是怎样解释的呢 这个呢 其实 谷字是它的意思 这个豁字本身就是山谷的意思 旁边这个亥字就是用它的声音 说文解释的说法是通谷也 即是山之间有一个山谷是前后可以通的 即是由山的这一边去那边 行这个山谷是通得到的 那就是用这个豁字 所以这个豁有一个最基本的解法 就是缺口的意思 亦都有一个讲法叫豁免开朗 因为豁就是山谷是缺口的意思 你去到那个山谷那边 去到这个豁那边 它就望到天 亦都望到前面 是一片开阳 所以就有所谓豁免开朗 这个这样的讲法 亦都可以借用来 你只被一个人说它豁达大度 即是说它是 那个豁免是很开放 它就不会很合宅 不会很小气 那就是豁达大度 那为什么又变了有豁免这个讲法呢 因为既然豁是缺口的意思 所以有些限制 有些规定 如果有例外 是否即是打了缺口 凡是四个人以上 聚责 就是犯法的 不过 这些情况 就特别给你 即是在那个限制 那里打了缺口 所以这个豁免就是这个意思 很多这个法律规定的东西 规定你一定要做 或者不准你做的东西 都有豁免的 都有例外的情况 英文就叫做Exemption 即是你符合到那些条件 你便不受那条规矩 或者法律的限制 那就是为之豁免 那我们 大家都要注意 这个所谓的限聚令 有哪些东西是豁免的 哪些东西是不能豁免的 那我们就尽量 就不太犯法了